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 在生命纪13章12到18节 这个也是接续昨天的经文 我们说13章有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提到 这个先知或者做梦的人 这些宗教领袖 所带来的这些试探领诱 那么第二段落 是从第六节到十一节 是讲到至亲的密友 所带来的这个引诱 今天只有七节 谈到的是城中的匪类 一样会包含引诱的来源 引诱的内容 警告或者提醒 需要执行的惩罚 结果和影响 大概也是包含这五点 结构都非常一致 我们进到经文里面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 这个是在应许之地里面 当然他们还没有进去 不过摩西是在说 如果将来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 你若听人说 有些匪类 这些匪类就是破坏信仰的人 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 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 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 数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也就是说呢 有一些匪类出来引诱了 全城的人 都去侍奉别神了 那么这个是 听说 那所以十四节就要探听 查就 细细的访问 因为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 在后面我们会看到 摩西吩咐要非常严厉的来对待 所以要留意 要探听 查就 细细的访问 不能够贸然的 执行这个惩罚 这是一件大事 如果发现了果然是真 准有这可证悟的事 行在你们中间 你必要用刀 杀那城里的居民 把城里 所有的连牲畜 都用刀杀进 不仅是居民 连牲畜 都要杀进 你从那城里 所夺的财物 都要堆积在街市上 用火将城 和其内所夺的财物 都在约估 你神面前烧进 那城就勇为荒堆 不可再建造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当时上帝 吩咐以色列百姓 要对迦南人所做的 完全的除灭 那这里特别是 还是一个圣战的概念 要圣战的概念就是说 这是约估发起的战争 所以没有任何人 可以得到这个战利品 当然这也是 要防止人为了施力 去屠杀了 就是哦 如果这个城怎么样 我们全部去把它灭了 抢夺它的财物 不可以的 因为所有的财物 牲畜都要焚烧 所以不会有人去 为了施力 要做这些事 因为所有的财物 都不能拿走 都要焚烧 也禁止了这些 滥杀无辜的事件 这个是上帝发起的战争 圣战 就是要分别 就是要 透过这个战争 除掉邪恶 使保守以色列百姓 成为圣洁 是一个 为了达到圣洁目的的 一个战争 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 把城里所有的 连牲畜都用刀杀进 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 都要堆积在街市上 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 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 那城就勇为荒堆 不可再建造 不可再建造 就是那里不可以再重新建造起来了 十七十八节说 那当毁灭的物 连一点都不可黏你的手 就是不可收取 不可碰到 你都不可以要 不可以拿 不可以带走 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一切诫命 行耶和华 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耶和华就必转意 不发烈怒 恩待你 连续你 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使你人数增多 看起来 这里说 耶和华就必转意 不发烈怒 如果容许一座这样的城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大家都不去处理 基本上这也是惹动神愤怒的 因为上帝是全然圣洁的 他的上帝的百姓 这个盟约群体里面 不应当有单单的一座城 是在拜合相的 所以这里就暗示了 以色列百姓如果没有跟着拜 但是容许这座城在这当中 神仍然是发怒的 把恶除去 耶和华必转意 不发烈怒 恩待你 连续你 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使你人数增多 所以我们回头看 这三个段落 的每一个结果 前面提到 要致使这些引诱人 离开耶和华 上帝的先知 将他致使 因为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是为了要除掉邪恶 自清的密友 要打死他 要杀死他 是以作为一个公开的处罚 杀鸡儆猴的一个概念 使以色列百姓 他说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所以我们这整个看起来 你会看到说 第一个 上帝对以色列群体里面 有恶的资深 他是非常非常的 要很快的 而且是很明确的 要处理 要除掉 要除灭 因为恶的蔓延是非常快的 非常的迅速的 不仅要除掉 而且要让以色列群体共同看见 这个恶是多么的可怕 会带来多么可怕的灾祸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哇 需要这么样大动作吗 但事实上我们回头再想 我们一开始说到 迦南的这些百姓 为什么需要除灭呢 事实上是因为他们所败的这个偶像 所败的这个偶像 使得他们的道德完全的败坏 甚至不顾性命 他们会献婴孩为祭 他们等于是 以一个敬虔的名义 公然的杀人 而且是 是一个大家一起欢庆的事 这已经 非常非常的违反人性 非常的邪恶罪恶 尽管如此 迦南百姓 上帝仍然给他们非常长的时间 在创世纪那里已经提到 上帝仍然给他很长的时间 等候他们 希望他们悔改 一直到他们罪恶满盈 上帝才带领以色列 这个出埃及 要得这块土地 所以事实上 当这个以色列百姓呢 效法迦南人 或者说他们去拜偶像 不是说上帝那么小气 我就是拜偶像而已 为什么要发那么大念怒 不是的 而是拜偶像之后呢 所衍生后面 层层的道德的败坏 堕落 以及罔顾人命的 因为每一个信仰背后 就是有一整套的世界观 人生观跟价值观 而上帝这样 严严的禁止罪恶 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 是因为 他要恩待你 连续你 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使你人数争夺 上帝这样严严的 隔绝罪恶 除灭罪恶 是为了保护保守 以色列群体 在这个蒙神祝福的蒙约当中 也是为了要使以色列百姓蒙福 并不是为了上帝他自己 那我们在整个来看 这13章这整个三个段落 我们六到十一节 我们说是至亲的密友 其实他所代表的是一整个 一个家族群体 家庭家族 你的同胞弟兄 你的儿女 怀中的妻 等等 他们受了引诱 在下来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进入 是一个层 整个受引诱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被引诱的范围扩大了 就是身边的亲友 有人要背叛信仰 要离弃神 提到的呢 下一个阶段是整个城已经背叛了 那么再下去会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罪恶没有除掉 再下去就是全个国家民主的毁灭 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也看到 确实到最后整个以色列国 后来分裂 北国南国也都全部被灭了 整个国家失去信仰 整个国家活在罪恶败坏 堕落的里面 而这的起先开始 是从这些宗教领袖开始 13章的第一节说到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 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其事 在以色列人的堕落的历史里面 我们从先知书 我们其实常常看到 上帝透过先知 不停地在责备 以色列当中的先知 责备以色列当中的宗教领袖 责备这些领袖 他们没有 这些祭司 这些先知 他们没有好好地按着神 给他们的托付 教导以色列百姓公义的律法 他们没有按着上帝的心意 公平的对待 他们有两样的法码 他们甚至呢 在自己的这个权位上 带头去欺压 这些穷苦的 贫穷的 或者这个光寡孤独的 这些领袖 常常是被上帝 大大的责备的 优先责备的 因为他们本该 先知本该传讲神的话 他们却带头违背神的话 因为这些先知 还有能力 有影响力 有魅力 有口才 他们能够说服这些百姓 好像听他们的话 百姓没有分辨 所以 整个家族受影响 整个城受影响 最后整个国家受影响 我只是在读 这十三章的时候 心里面就有一些的感触 跟思考 第一个因为 当然我自己是牧师 我想也是给我们自己做牧者 或者 我在教会里边 我们是同工小组长 教会的领袖 我们有责任 保守教会的群体 在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有责任 保守教会的群体 在神的心意里面 于是乎我们真的 因为我们的讲话 在弟兄姐妹面前 还是有分量 还是有影响力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 在神的话语当中 下功夫 我们真的需要 对神的心意 有更多的体会领受 更多的学习 更多的查考 我们看这个影片很好 但是不能够取代 我们自己查考神话语 应当付的代价 另外呢 这里也提到 这个 这个领先知 虽然传讲 这些 错谬的教导呢 十三章的第三节 我们昨天有提到了 你也不可听 那先知 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 这代表 听的人 以色列群体 会众也有 必须有分辨的责任 有责任分辨 你不可听 表示你自己 必须做一些分辨 所以如果 在这个 观看这个影片 你在教会里边 你是弟兄姐妹 我也鼓励你 要好好的来 查考神的话 我们做牧者 我们在台上 我们多少会有一些 我们的影响力 甚至呢 我们可能会有 这个 做了一些 好像看起来还不错的 事工 丰功伟业 但是呢 如果我们所教导的 信息内容 真的引导人 离开神 或者我们讲错 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 不是上帝 我们尽量的努力 我想牧者们 都尽量的努力 要引导 帮助弟兄姐妹 但是 如果我们讲错呢 在使徒行传 提到一段经文 我很喜欢 在使徒行传的 十七章 第十节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 打发保罗和希拉 往碧里亚去 他们原本在 铁撒罗尼加 后来呢 这个就逃出来了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圣经说 这地方的人 咸于 就是 更好 咸于铁撒罗尼加的人 为什么他们 这个 比利亚的人 比铁撒罗尼加的人好呢 比他们的会友 或者说弟兄姐妹好呢 因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查考圣经 要晓得这道 是与不是 就是在 比利亚的这些 犹太人 他们听到保罗的道 他们领受这个道 不是 就相信了 就接受了 而是天天查考 要知道这道 是与不是 这是在圣经里面 被称赞的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 喜欢查考神的话 我心里面真是欣慰 因为 真的 在教会里面不多 参加 特别聚会的人 很多 常常几千人 几万人 但是参加 严经特会 或查经班的 真的不多 那么 尽管如此 我也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 分别时间 付代价 自己 好好地查考 领受神的话 愿神帮助我们 愿盼望十三章 这个严厉的信息 给我们很深的反省 跟提醒 求主 勉励 我们彼此勉励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彼此勉励 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 在神的话语里面 彼此提醒 装备建造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